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桂圈有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郭诚 在《陈其林》中飞演蓝锦衣 锦衣 爱正分明 无所畏惧 有性有异 其实 还算比较高的了 因为她性格跟我比较像 我跟她一样也是比较直的那种性格 爱正分明 对 还算比较高 不能 我觉得你们都 没有达到让我怼的那种地步 对 那得来到什么样的地步 比如说你看伏魔店那场洗了没 你看那个宿舍在那见得不行 然后直接给她怼出血 K.O 对 可能要触到我的那种 一种 对 我的原则 嗯 之前聊过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成为蓝锦衣 因为想把家规都改成我喜欢的 嗯 可能是在那个大盘山那边 然后当时我跟司追 我们在那拍了一个下午 因为那个是露天的就没有各种遮挡 拍完之后 然后我们的母鹅印子就出来了 回去一卸妆 然后这里一道白杠 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嗯 我觉得你们开心就好了 对 我太瘦了 我觉得我还好 对 因为而且我是那种一胖脸就胖那种 所以我不敢增肥 我可能会运动 然后健身 然后让身上稍微壮一点 没有特定的类型 对 无论长发或者短发 胖瘦 然后高矮 我觉得都还好 只要我对她的感觉到了 你有一点难对面 你要说 你要说你喜欢的异性的类型 这个问题刚刚回答过了 我就不用回答了吧 对 你认为男女朋友分开以后 还能做朋友吗 要分情况吧 可能有的就做不了朋友了 可能 比如说是因为一些 不可原谅的情况 如果分了手的话 可能就做不了朋友了 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 两个人还能做不了 是情况而定 那我不要呢 模仿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 变身 展示我的长处 没挺长 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 你会做些什么 我可能 会 多陪伴一点家人吧 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 然后天天只想着自己怎么玩 然后也不会在乎身边的人的感受 然后如果现在能回去的话 我可能想都陪陪我爷爷 然后就不会那么遗憾 对 你们确定你们在采访 不是在审犯人 不太是吧 不太是吧 好了 回答完了 我还没回答你看 为什么我还没回答 天 我真的垫啊 我真的垫啊 实力 为什么又被垫了 我真的是沉迷于自己的实力 对 我已经被垫了两次 我是不是输了 那我可以不玩下面的吗 可以 女幼粉 绝对有问题 你这个绝对有问题 没有 就整人的 不会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 找到男朋友了吧 没有吧 没有吧 我都被垫了那么多次了 但我真的没撒谎 啊 哎呀 别生气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补上不就完了吗 但我也没干其他事情 我当时忘了 是因为陪你妈去逛街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还生气啊 那 那你先冷静一会 好吧 那我一会再来找你啊 好 哈喽大家好 感谢桂圈有料的朋友们 收看这一期节目 我是郭成 然后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次再见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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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谢谢 我是郭成 我 也是 谢谢 我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